你要放强我吗 帐篷追上了 帐篷追上了 我在东黄 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 沙漠露营大冒险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 这是一个沙漠露营地 体验完当地热情似火的狂欢后 我决定租帐篷露营 没想到 只有一个帐篷 小哥你也租帐篷吗 对啊 今天晚上打算带这些露营 可是只有一顶帐篷了怎么办 那就两个人一起露了 这样不好吧 我觉得两个大男人 大男人能够麻烦吗 你是哪里的吗 同心的啊 算帮个老乡 那就当沈哥这个钱了好不好 好 现在我们要坐这个越野摩托车 去沙漠里边录音 你坐前面一点吧 我坐不下了 鸡哈马 哇 我的妈呀 到山顶了 明天早上接我们是吧 吹跑了 防潮店推跑了 这上面的风太大了 师傅一走呢 帐篷就吹没了 我终于把这个防潮店捡回来了 我会吹一下 我会吹一下 吹一下 好久了吗 好一点点了 你过来不好 慢点慢点 小心点 风太大了 哇哇 我们终于把这个帐篷搭好了 这里有好多沙子你看 没事 讲这下吧 来吧 我们终于成功了 打点水 好好好 我这还是第一次睡帐篷 竟然是和你和一个男的 你听见了吗 我听见了 你现在叫 好像是狼了 泡泡 确实外面的声音非常大啊 我觉得这可能是沙子声音 我出去看一下 我等一下就回来啊 那你要丢下我一个人吗 一个人又咋的啊 但是我怕啊 那要不我跟你一起走吧 那行吧 走走走走 我好怕啊 你怕什么怕啊 我先回去了啊 再见了 别走 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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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帐篷追究了 帐篷追究了 啊 啊 帐篷 我们现在帐篷被缺跑了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只剩下这个 这个垫子了 现在我们就自己走出去呢 然后 什么都没有了 虽然最终没能露营成功 却在沙漠中看到了 最美的银河星空 也收获了一段纯真的友谊 很期待接下来和新朋友的旅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